大家好,我是乔正宇 很高兴能够看见大家这么热情 因为我也没有看电影,也很期待 能够看见大家这么热情 我觉得自己心里面非常的安慰 在导演的带领下 我们能够完成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电影 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好一票吧 好,曾依可 大家好,我是曾依可 那这部电影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 然后王一红导演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导演 我希望这个电影会给大家第一次不同的感觉 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开心 谢谢 谢谢,娜娜 我觉得那个 李红导演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我记得那会儿他就有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就说他说他要当导演 那我们都觉得特别替他开心 但是有的就是这么说说而已 但他真的说的他还做到了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能够在李红导演的第一部片子里面 然后有一个以杜大师的这个设计师的这个造型师的身份 来支持王一红导演 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支持他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也支持谢娜 这个 谢谢 谢谢你们的祝福 导演 其实真的听到所有一名朋友这个喊出自己的心声 你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你不用隐藏了 赶快表达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真的很开心 因为你们是第一个 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场 全地球上面 全地球 第一场 真正的手印 因为我们还有十天才会正式公布这个电影 所以你们觉得好看吗 好 这就够了 太棒了 你们还会去看吗 去新月看吗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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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大家 对 就是他说他认识了所有的人 他都会带到电影院去看N次 好 那我就放心了 谢谢你们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王力宏现在的心情 我爱你 我都最好 谢谢 今天特别谢谢大家 我们很少有电影手印式可以有这么多朋友支持的 其实让人特别感动的地方 以前的王导演都是通过他的音乐 然后呢来传达他的思想 传达他的感情 然后我们来感受到 这一次不同 他是第一次拍电影用这种视听的综合艺术的方式呢 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那刚才所有朋友都看过了 我觉得这特别的好 看过之后我们就比较能够和导演之间有交流 但我还没看 但是我听说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讲述一个知音难觅的这样一个 一个寻觅知音的故事啊 你想传达给大家 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嗯 知音这个 这个概念啊 还有伯雅觉弦的故事啊 我是大概两年前听到的 然后非常感动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音乐人 嗯 他就描述两个人的默契 一个弹琴 一个听琴 听琴的人就可以 就可以脑子里面有无数的画面 无数的感动 那身为一个音乐人 我就觉得 这个 我很希望 真的可以这样子 我也相信 我自己看电影也好 或者听音乐也好 就会 就会 投入 然后也会看到很多 画面啊 自己的想象会有很多的感动 那我也希望可以 呃 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给 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 常常会忘记 比如说 听一首歌 听个十秒钟在网络上 然后就说 最近没什么好听的歌 所以就不 可能 可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概念 很吸引我 是在自己的一个心态 呃 在 其实你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看一个电影 或者听一段音乐 可以反而相对 给你更多的收获 所以呃 我就把这个 博雅觉醒的故事 写 写成一个 一个 电影剧本 因为一个很好的 我们熟悉的典故 来传达 他想告诉大家的 一些东西 他对音乐坚持也好 对爱情的坚持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 寻觅的过程 呃 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每个人看电影 给我自己的感受 就像一千个人 能读出一千个 哈姆雷特一样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女主角 看到了刘亦菲 我们都会觉得 选的非常的对 是不是 因为那他扮演的是 明月戏这样的 一个很古典的女子 那反而我们也会 本人 我们觉得这个 刘亦菲本人 也是非常有古典气质的 一杯最棒 圆海菲本人 一杯最棒 是一杯你演这个角色是最棒的 而且非你莫属啊 当时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和我们分享一下 嗯 其实 其实差不多一个好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吧 然后丽宏第一次找到我们的时候 嗯 就其实觉得很期待这次合作 但是角色一开始 其实明月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 因为我完全没有学过明月 所以就是下了很多的苦功夫 去学古增啊 去感受明月学院的学生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 所以这点也从丽宏身上 看到了很多音乐家的这种 这种感受 真的是这样 其实但是 呃 在电影里看你就是谈古增的这个 这个架势啊 还是非常的到位 是吗导演 很到位 当然很到位 他很努力 嗯 花了很多时间去把古增学 还有请老师 呃 上了 还有基堂课 嗯 所以其实 他把所有里面的曲子 呃 都 都 都练得很熟 嗯 所以我们就能够从这个 不一定是这个基础练法 可能是这种意境特别的对 自己有没有喜欢上我们音乐 嗯 觉得还 挺有感情的 嗯 好 那个 谢谢刘亦菲 我们来问问旁边的这个 陈汉典先生 想问问大家熟悉陈汉典先生吗 在哪里熟悉 好 你看 康熙来的接下来我们内地也是非常有观众源的 大家都非常喜欢 那您这一次角色也和我们介绍一下 呃 我这次的角色呢就是杜鸣汉 呃 就是呃 王立宏的好朋友 嗯 呃 他是一个很很厉害的歌手 很红的歌手 那我是他的好朋友 就是他的吉他手 哦 那在戏里面 我说干嘛要这样 那对吉他手 那在戏里面就是有跟他一些呃 蛮蛮蛮蛮蛮蛮有趣的互动 嗯 就是我们两个的默契啊 嗯 就是我们要要去完成一些任务 对 有没有人也应该给我 这个 其实 其实有啊 因为我这里面我都有去 对 party time的时候我都有找那个嘉丽嘛 反正就是 对 那可能那个部分没有演出来啦 对对对 那部分没有拍进去啊 但是魏之伯他是有那个部分的啦 所以没关系 今天我们问我们导演吧 导演怎么会是 对对对 呃 其实每个角色都蛮立体的 呃呃 魏之伯也是比较 比较活嘛 呃 比较也会比较爱玩 我觉得都可以让大家去 感受到这个人是一个 什么样的个性啊 嗯 所以有些是用想象的 对 好 所以说这个 你还满意这一次 自己的角色的戏份 这个安排 当然我觉得很好玩 而且跟 第一次跟利红合作啊 而且这是他第一部 导的电影 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就是跟他合作 其实很兴奋 一开始他找我的时候 我也觉得 诶 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还以为是诈骗集团 你知道吗 因为我 我是早上醒来 然后诶 看到这个简讯嘛 就看到讯息 是那个 利红的助理 他说 你好 我是王利红的助理 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想说 是不是那个诈骗集团 我就赶快交给我的经纪人 去处理 后来 诶 是真的 我就觉得 哇 很兴奋 其实跟利红合作 开心 好 很棒 谢谢 谢谢 这个乔振宇 这个是我们内地的 这个演了很多古装戏之后啊 大家就是 评价你是这个 古装戏 第一帅气小生 不敢 有这个称号 是啊 真的是很帅 当然 现在戏应该很帅 今天就很帅 其实这个 之前王利红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你称他是 冷面笑匠 又给他一个新的称号 可能是针对这个戏里的角色吗 我现在觉得他百变 百变笑匠 百变叫又变 因为上海电影节看到他是完全光头 他现在又变新男了 头发长很快 然后他演慕凡的时候是 比较西装头的这种 就是有长度的 所以变化蛮多的 那个 是 他的这个 乔振宇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戏份 这次能够在里面演一个 音乐学院的大师 叫慕凡 其实真的音乐上 我还真没机会 也没这个能力 跟我们的利红导演较量 但是在戏里面 真的还有一番 真空相对的这个较量 很荣幸 记录有 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看电影 因为没太多 哈哈哈哈 说话的时候 不要乱发言好了 哈哈哈哈 谢谢 慕凡同学说话了 慕凡同学